我们刚刚讲的主要就是工作表的分割跟合并 那怎么分割怎么合并 不过在讲分割之前 也许因为我今天想说 当然有哪些地方 所以每个都要讲 可能时间上没办法 所以第一个也许就是 我们开启那个我们的这个范例档 范例档第一个范例是问题零期 所以在云端上或者你自己开那个范例档 那第一个请各位看到 这边总共会有13个班级 那可能我们需要做的大概流程 基本上我大概规划一下 因为今天时间不太够 所以呢原则上第一个 如何利用木方法去做排序 因为可能我们在输出之前 理论上可能会先希望 甲班放在第一个 乙班放在第二个 丙班放在第三个 那不过如果说你用手动去调整 每次都要调一下 那很浪费时间吗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先帮你做排序 排序有一个排序的基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我的排序的基准是按照什么 这边上面有一个甲班到亥班 所以你可以先把这个复制一下好了 这个部分先把它复制 复制到哪里呢 甲班的 I这个地方好了 空一个好了 这个把它贴上 我的顺序在这里 放在第二列到第14列 这个范围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按照这个 这个部分来排序的话 怎么做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除了排序之外 我可能还需要把它排完序之后呢 帮我转出成工作部 那什么转出工作部呢 意思就是说 这边总共有13个班级 可是我将来 也许我这边是教务处 教务处呢 如果我希望把这些资料 成绩呢 分给 那你不可能把这个档案 每个13个班级都收到同一个档案 那你会看到别班的相关资料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需要怎么样 把它分割之后 再最好是 当然你就直接寄给那个 比如那一般的导师吧 OK 那一般导师也许看完 没有意见 可能会再填入一些资料吧 会再回来 那回来之后也许 我们就需要再把它合并 因为你不可能把13个档案 分别 就是又分开 然后直接给教务主任吧 对不对 他可能想说 你明明就是同一个年级 你为什么把我分开来 这样我不方便啊 或者你给校长看的时候一定是 不是分开的嘛 一定是把它合并 所以也许我们有一个模拟情境 待会也许就是大概有成 大概分成四个 一个排序 转出 再删除 因为可能会 转出之后 有些新的有旧的 你可以可能要需要删除 那中间 那中间会穿XH是用 用outlook 因为你要记嘛 记给那个 那个导师 所以你可能需要 记性 可是Excel本身呢 预设里面是没有记性的功能 但是你要记的话 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可以引用那个outlook物件 就是可以把outlook用什么 用create object的方式 刚刚IE物件不是可以引用吗 所以你会发现 VBA的弹性还蛮大的 只要是微软的产品 它都可以把它引用进来使用 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最后再怎么样 输出 转出 个别的 最后再把所有的 转出13个 合并成一个 所以后面大概 我算一下时间 应该差不多啦 不过看起来其实也蛮感的 因为所剩时间不多 所以待会如果你觉得 讲得有点快 可能要稍微包涵一下 因为时间有限 好 那首先第一个 这边有清单跟mail 这个mail是假的 我随便乱弄的 就是至少你有个demo 然后怎么样把信件寄出去 第一个先有个清单 所以请各位 就是在问题灵机这边 设个清单 那清单我把它放在那个 我们的就是假班这边好了 那第一个我希望呢 帮我按照这个顺序排列 假 以 丙 丁 丁放在这边 然后 再来什么 不 不过你可能每次 光要输出之前要排序 你就会头大 对不对 所以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它移动 或者甚至你也可以乱排 反正将来你也可以按照你想要排的 你只要更改什么 更改这个地方的顺序就可以 那特别出于 那特别出于在那个 Ecell里面 VBA里面如果你要去移动任何的工作表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 去此物界嘛 去此加一死 哪一个工作表 你刮胡之后你要告诉他 刮胡 双引号 假班 他有个方法叫move move就移动 移动之后后面的话空一格 有个参数 像before 还是after before的话就是说呢 在哪一个前面 或者在哪一个后面 那如果是 你当后面你可以给他一个数字 第一个的前面的话 比如说我可以排序 把假班移到第一个的前面 把乙班移到第二个前面 把饼班移到第三个前面 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回圈 有没有 所以第一个你大家了解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在这边一样 把它先切到VBA里面 那我这边的话 我看一下 这边没有模组 插入模组 那首先第一个往下找 请各位看一下 先排序 那单格是这样的 点move before 第一个 乙班 第二个 一直到最后一个 那可是问题 你不可能说一行一行写 这边有十三个班级 所以你需要怎么 写一个回圈 那回圈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回圈里面的话 有哪一些 第一个我可以先知道清单的位置 因为我要排序 那清单放哪里呢 放第二列 到第十四列 有没有 for i 等于2到14 在哪里呢 在这个假班的工作表里面 所以我就写一个像这样子 for i 等于2到14 对不对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先抓取那个清单的第一个 所以我就是在假班里面的sales 那他在哪一栏 在i栏 ok 我放i栏 你要先确定一下 你是不是放i栏 放i栏 对不对 i栏的第几个 先抓第二个过来 所以先抓假班 把这个假班放在x 那他这边不是说去纸 假班 move before before特别注意哦 这个在哪一个前面 因为我要把它搬到什么 搬到 应该是第一个的前面 所以这个应该要让它变成1 以搬变成2 丙搬变成3 那其实我可以用一个方法 用i来改就可以了 i是2到14的 那我等一下是1到13 所以你这个后面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i i-1就可以了 不过云栏上的程式好像 如果用1来排好像刚好颠倒 那最后再切回到那个假班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我先把它乱排 因为这个如果这样子 先把这个顺序乱掉 好 那我们来排排看 如果我先跑个回圈 先抓到什么 第一个假班 假班刚刚我移到第一个 before第一个 i-1的话就第一个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假班移过来了 换下一个 这个时候x会变成以班 把以班移到什么呢 因为这个i现在由2变3 所以3-1刚好第二个 所以帮我移到第二个的前面 一直在推 那第三个就丙搬 一直在推 那这样的话呢 全部跑完 游标还会移动到假班 所以这边有一行 把它执行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全部就排完 就按照我们的顺序 并且把游标又停回到假班 当然未来如果说你这个顺序 有变更的话 你就可以自动去按照这个清单 自己再重新调整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开启那个问题07里面的这个范例 那待会呢 也许我们的流程 大概就是你先排序吧 排完序之后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按照这个顺序 一个的帮我再转出到 那个我们的 这个这个 把它变成一个工作部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